喂 所以这两天大家都注意到说 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 等于说呈现在世人面前 大家都注意到 而且他每次出来的时候都在C位 而且都是跟金正恩有关的一个场合 就是他10岁的金正恩的女儿 高调的亮相 而且你要注意到哦 他是坐C位啊 他坐在中间啊 旁边这么多的将领 然后呢还有一个关注点 就是桌上的菜非常的丰盛 那这两天大家都关注 他跟他女儿之间的互动 穿皮衣啊 到这后面人都鼓掌啊 你看他妈妈不在哦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几个画面 我先跟大家讲 落差就在这里 当你高调的跟大家讲 我们去试导这些导弹 我试导 我女儿跟那些试导 我们上吃的是这些大鱼大肉的时候 现在北韩目前是饥荒的 北朝鲜目前饥荒啊 每天可能 因为其实北朝鲜的新闻 有时候我们就看外电 我们没有到现场去之后 但现在传出来 每天可能有数十人饿死 没有食粮了 已经好几天了 那开城工业区 是离这个南韩最近的地方 他已经把那个相关的这些 户帽已经关掉了 闹翻了 对闹翻之后 可是他离那个南韩非常近 而且跟他讲 他的妹妹金宇正 还特别把开城工业区炸掉啊 炸掉啊 对那可是炸掉到现在呢 他完全他已经基本上 连粮食还有经济的活动都没有了 那所以民众现在非常的 这个没有东西可以吃 你知道他们吃什么吗 吃兔子 他告诉大家说我们养兔子 他今年是兔年就在吃兔子 北韩北朝鲜跟我们一样 也是过农历年 今年是 吃兔年 可是他吃兔子 为什么 因为他说兔子很简单 兔子不吃肉 兔子只吃草 你尽量喂兔子 而且保险哥 这不是只有这一次哦 以前这个北朝鲜 叫他们的这个军队 当然养兔子 因为他要解释粮食的问题 那你要知道哦 兔子 养兔子是来吃兔子 他要每一个年轻人养四只兔子 养的比男孩更多 我们就可以赢过男孩 这是之前 就是几十年前 可是现在又重回来 又要养兔子了 然后你要知道 现在人可能东西吃都吃不够 刚讲 在开评 我们的玉米粒啊玉米感 还是一样的量 所以他们在负责 喂那些牛的那些人 他们讲说奇怪了 我们吃都吃不够了 就这反而是这样子哦 这牛可以吃的一样多 所以给金正恩吃的牛 吃的比老百姓吃的还好 不是 这个是吃牛之后 还要喝牛奶 所以他们都要定时定量的喂 可是人吃不够啊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是兔子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黑天鹅 我不知道为什么 北朝宣传说黑天鹅 是营养价值很高 大家可以养黑天鹅 然后吃黑天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